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是该次直播所在酒店的管理者,在刚刚结束的直播中,多家酒店特价房产品被一抢而空,面对女主播的询问,坐在镜头之外的酒店总经理及时回复,再加500库存,疫情把一切常规打破,已经过去的5个多月里,梁建章以每周一次的频率,马不停蹄做了20余场直播,在这些直播中,他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形象是人, 而是cosplay成各路角色,唯一目的就是吸引用户注意,为不同的旅游产品带货。直播本是在疫情对旅游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下,梁建章与团队无心插柳的一次意外尝试,却因效果极佳,逐渐成为固定动作。 让boss直播成为了协程一大IT,但在梁建章,自己眼中,悲壮谈不上,只是需要放下一些身段跟架子。 此前?梁建章二度出山,合并去哪儿?欲挽狂澜的事迹被广为传送,这一次的直播带货,也颇有再度拯救协程的意味。 然而作为协程的创始人,掌舵手,与直播带来的收益相比,摆在面前的挑战,实在更为巨大。 海外疫情肆虐,过去几年,压住国际化的协程大受影响。 国内市场,协程的竞争对手们,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,围绕其优势领地,高新酒店有扑多布局,被寄与挖掘增长期望的下沉市场。 更多企业选择了加大投入,同时,疫情之下,协程暴露出的抗风险能力。 发展战略的更宏大的问题,还需要更长远的谋划。 五个多月过去,曾经冰封的旅游行业逐步恢复,梁建章重新忙碌了起来,需要放下身段和架子的直播还在做,只是分配给他的时间会逐渐压缩。 与已经常态化的BOSS直播相比,当下的梁建章更需要思考的问题,或许是如何才能给市场更多的惊喜。 复制梁建章,梁建章的同事,从第一场直播开始,成为主播搭档的协程副总裁孙天旭,告诉资本侦探,直播中的每一个造型,创意,桥段设置,最终决定者,都是梁建章。 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场直播中,对于团队提出的直播方案,梁建章表示,从未拒绝,总是在不断挑战。 孙天旭补充,拒绝不是因为达不到而拒绝,是觉得,还不够出挑,还不够奔放。 尽管造型各异的cosplay,在梁建章儿子眼中太丢人不敢看,但梁建章对此,有符合理性的解释。 自己如今的定位,就是一个大导游,大导游,就应该带头放下架子,放飞体验一下,深度体验一下,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。 源于梁建章,从小就喜欢,尝试出格式起的性格。 今日多以沉稳的企业家形象是人的梁建章,如今依然对少时,很多同学不喜欢我。 我喜欢跟成绩差的学生,在一起玩的,胆子比较大的事情,印象深刻。 梁建章年轻时,还喜欢各种,富有挑战的运动,比如曾独自飞过滑翔伞,做直播的过程中,为了体验旅游产品,做过多次过山车,得出的感触时, 现在已经不是因为害怕,不想去做了,是因为觉得,也就这样,企业家喜欢冒险的底色浓厚,在现实层面,打破常规的成绩,是可观的。 根据协程7月公布的数据,以BOSS直播为核心的协程直播,交出了累计GMV破11亿元,产品核销率近无成,为千家高新酒店带获超百万兼业的成绩单。 如今,时播,持续进行,这些数字,仍在不断更新。 梁建章的突破性尝试,固然是协程打开局面的一大原因,但是在BOSS直播的团队成员看来,协程直播成功的核心,在于协程多年积淀下的供应链优势,做旅游产品的核心,是供应链。 梁建章不直播了,协程一样可以卖得好。 为什么?因为协程有供应链和产品竞争力,这个供应链建了20年,是一个重的供应链。 能够建立起来的,有大半个旅游行业用的是协程的供应链,除去供应链,协程沉淀下的优质客群,也是其竞争壁垒之一。 根据此前协程发布的BOSS直播大数据报告显示,协程直播间,重复购买两次或以上的用户占比,超过60%。